这是一部前妻男主耍流氓 后妻女主更流氓的搞笑战斗凡 上集说道 持有数字球是违法的 抢了数字球的李希特 自然而然就成为了通缉犯 这个妹子名为林 梅伊 暂且叫她小林吧 而小林的技术则是帮助人的次数 这是小林和部下正在研究着林基令 通缉令上面描述此人特征事 很有可能戴着奇怪面具的人 好瞧不瞧 戴着奇怪面具的李希特刚好浪到这座城镇 小林觉得她的嫌疑很大 想搭下她的面具瞧一瞧之用 逼不得已的李希特只能使用苦肉剂 跪地痛哭起来 一边向小林展示着手上英勇负一千的次数 一边解释这是被女孩甩过的次数 所以自己戴着面具是因为没脸见人 一旁的部下提议 以帮助的形式让小林和她约会 既可以帮助这个不幸的家伙 还可以顺便转一转点数 好家伙 这就是女子乔收的所谓的聊机 给我来一打谢谢 小林有些凶难 表示自己没有约过婚 没办法 这个名为佩雷的部下只能充当狗头军事 帮忙出谋划策 佩雷说约会的基础是从牵手开始 小林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照做了 就当做是在赚点数吧 但男主这赢当的表情 恨不得让人取而代之 下一步则是在风景美妙的地方 同喝一杯果汁 佩雷继续指导她 就当妹子下定决心准备一起喝时候 李希特这嘴巴是怎么回事 这明明是面具啊 不愧是传说中的鸡坠王 实属厉害 下面佩雷见你 俩人一起走险桥 好家伙 这哪是什么狗头军事 明明就是主角走势的亲兄弟 接着是西枕 真是太可恶了 看个番把自己缠个半死 好感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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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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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顿骚操作的主 终于把自己骚断了 被识破了 小林上去就是一顿猛攻 话说这位置 胖子不是走光了吗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李希特是终结了废弃战争的人之一 更是一个活了300年的老前辈 是英雄 更是前辈 要尊老挨幼 所以 请让开让我来 李希特趁小林反应过来害羞的时候 直接避踪了她 小林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是护卫 你是通缉范园 我们不行的 而且自己至少想了三个孩子 也不勉强你好好工作 希望你能当个好爸爸东西 小林回过神来才发现 李希特早已跑远了 这妹子真好骗 本集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成